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 许多人面临放无薪假的压力 为了让中低收入户不用为了吃来烦恼 由农粮署补助白米提供竹山证公所 发送给符合资格或是弱势家庭的证明 希望能够实际帮助他们度过防疫难关 首相拿着单纸要来领取白米 不管是民众或是敌长都一起来帮忙 拿取盖心白米送到弱势族群的家中 希望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我们这一年有差不多三四百的 都差不多比较稠立的 因为这个疫情很严重 所以有些需要这些 算是中低收的 低收入户的这些 我们团队非常用心 我们发一些这些美 给他们帮他们说会吃吃平安 他们也非常需要这些物资 平里的话大概目前有大概一百多位 那目前早上会陆陆续续的来临 那有一些不方便的话 就我们直接帮他再回去给他 因为这样是尽量在这个非常疫情的时间 尽量就是不要让他们外出 那也非常感谢郑公所 郑长这边提供这个食物银行 让大家一起来把这些需要的东西给需要的礼民 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 有的人工作不稳定 甚至有的公司已经开始放无形价的现象 为了让中低收入户不用为了吃来烦恼 由农娘署补助白米提供给竹山振公所 来发送给辅客资格的落实家庭证明 总共有三天的时间 将近竹山振公所要发放两千多户的 这样的人家的一个救济米 在这个疫情期间的话 能够对这些弱势户都能够多少有点加勤的一个帮忙 就业不易的这种情况之下 在疫情发展的情况之下 能够得到一点的一些救济米的一个温馨的感受 疫情这期间你只要符合可以领救基金的 都可以到公所来做申办相关的一个手续 那原则上申请的米粮有两万六千公斤 那一户原则上我们一个身份的给两包 那是十公斤的米 那一户也有可能是有中低老的身性障碍的 他可能一次可以领六包 那到公所的通知单请紧述 依照那个日期 那公所的食物银行来领取 公所表示 虽然透过这些活动 那需要帮助民众 透过政府支援来协助他们 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防疫疫情 记者 参事期 祖三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